六一来了 有请 六一周深祝小朋友六一快乐呀 来了周深哥哥将你唱达拉崩巴 哈喽小朋友你好 祝你儿童节快乐 我是周深 我是一位歌手 相信很多小朋友们都跟我一样 非常喜欢唱歌 喜欢听歌和欣赏音乐 唱高音好像声音喊不出去 卡在喉咙里面像 你要想象你在喊 非常遥远的一个朋友 比如他就是那个大拉崩巴 然后同样的音高你就 再说一次 那么在这里 周深 这位歌手带助我们所有的小朋友们 儿童节快乐 希望你们永远开心享受音乐 开始推笔吧正片还没上线 靠着一个序就赢下了超9亿的热度 有这般火热 它会成为下一个名针吗 节目组大手笔 画面惊悚 尺度在线 虽然讹厂毫无人性的名声 是早就飘在外的 可这档开始推笔吧播出 观众还是被平台的财大气粗 给惊讶到了 为了能还原出设计中的11号公寓 节目组选好场地 花费了近百天的时间 直接给造了一个 房屋内包括各种娱乐场所和嘉宾住处 楼层差点破双数 在这个基础上建造的房间也是一比一真实制作的 完全能入住的程度 在硬件条件上都这么大手笔了 节目组在画面设计上 立志要做到近期悬音宗里最惊悚的 周深躺在床上 通风管开始顺血 一滴一滴的落到雪白的床上 这简直是噩梦里才会有的情节 不仅当事人周深被瞎地标出了高音 立马弹起来 连观众都对这个尺度感到敬佩 节目组真是在不过省的边缘外游走了 才只是类似于仙导片一样的产物 就把观众的胃口掉足了 喜欢硬核推理的肯定是不想错过了 剧本山密室双结合 成员磨合情况未知 如果说蒙探是注重解压解密的话 开始推理吧 就是沉浸式探索真相 不仅要脑力风暴 而且还要行动力再现 在解释节目规则的时候就说了 对于出现在公寓的可疑人员 必要的时候要进行追逐 这种模式就是将剧本山密室双结合了 既考验成员们对于案件的敏感程度 也考验其观察能力 节目不是以一个案件来作为分界线的 而是以一所公寓作为起点 在住户们身上探索疑点 最终抓捕真凶 成员们的命运到底会怎么样 还得是有因才有结果 这无疑是节目现今看来最大的看点 区别了往常的探案综艺 俄厂这次确实是要干大事情 在阵容选择方面 六位常驻成员的磨合情况尚未可知 而飞行嘉宾却是各有特色 无论是骑着小单车 看似顽皮的中介省腾 还是懵懂之理的何韵臣 大家都在戏里 都在节目组的设定里 使得这所公寓虽是临时存在的 但却让入住的人有代入感 从经费上来看 开始推里巴有着不输芒果的投资 而从游戏有趣程度上来讲 推里巴有新意 明珍有保障 在正片内容还没出来之前 肯定还是明珍 在大众心里的地位要高一些 不过相信开始推里巴 在平台重视的情况下 一定能给悬疑迷们 带来新的生机 但是最线的一种 我们在多地位比较 如果艾润 因件是这样 对接规力能的